大家好,欢迎来到心思一章,我是Coco 为什么被插入之后,女人就不反抗了呢? 女人为啥一进去就老实了? 并不是啊,在所有啪啪时男女的双方都能够达成共识 有的时候男人非常的想要,而女的却不想 有时候呢,女人非常的想要,而男人呢,她又不想了 所以说最好的啪啪啪状态便是你情我愿,相互需求的 但男女双方的实力相差甚大 很多的男人在女人不想要的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会选择用强 女人也基本上是会去反抗的 但最后呢,只要男人进去之后,一般就不会抵抗了 她也就老实了 那么女人为什么进去之后就老实了呢? 其实她们的心理想法便是 既然反抗不了,那就只能好好的去享受了 再拒绝的话就显得特别的矫情了 也是一种不可奈何的心理 有些呢,比较会玩的女生呢,就会故意的反抗一下 因为她们很懂得男人的想法 如果呢,让男人直接进去的话 那么男人是没有什么成就感的 但是呢,如果女人反抗一下 反而会激起男人的胜负欲和征服的欲望 想要让女人臣服于自己 这样呢,会让女人更爱女人 也会让男人更加的用力 女人的感受也会好的很多 相信只要结婚之后 女人其实是很难在这方面对自己的男人说不得 除非呢,是自己特别的不想要 或许呢,是身体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才会拒绝男人 而在男人的要求下呢 为了不想让自己的男人不高兴 也会没有底气的去拒绝 还不如躺下来好好的享受 满足她的需求是必须的 拒绝法呢,是错的 如果呢,是那一种啊,特别小心眼的男人 甚至还会触怒对方 那么一段完美的爱情 并不是到了发生关系之后呢 就结束了 完事之后的反应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从此以后 女方呢,就不再联系你了 你也不联系她 那么基本上 你们这一段关系就是发生了之后 那就是结束了 那一晚的反抗 在女生的心中 就好像告诉自己 报答你这一段时间呢 对她的好 报答完了 那你们就两清了 当然了,也有可能突破之间 当然了,也有可能突破之后呢 你们也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 但做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情感的铺垫 做之时呢 如果反抗的太强烈 还是要应该及时的停止 不要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做完之后呢 一定要好好地去安抚 多表达你对她的爱 女人心软 就很容易 哄哄 就没有事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了